战争的印象 让大家都忍俊不禁,比如美国就曾经做出来了一件被写进李氏的搞笑事件,1965年这是越南战争的时候,一个美国飞行员为了节省弹药,还想侮辱北约军队,于是就在特别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的,经过一番寻找后,他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马桶,本来按照美军的规定,已经损毁的马桶,是要被直接处理扔进大海的。 但是这位飞行员脑子一转就把这个,已经不能用的马桶,挂在了机翼上来代替弹药凑数,准备在下一次轰炸中投放给越军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飞行员还将这个马桶,里里外外,彻底的清洗了一遍,而且在马桶的两侧还涂上了队灰,用铁架将马桶固定,载了飞机机翼下边。 这架飞机就这样载着一个马桶和其他弹药一起起飞了。 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,空军指挥机要求让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汇报挂载了哪些武器,这个飞行员如实汇报给了指挥官,说除了常规炸药外,还带了一个马桶。 刚开始指挥官还不信,凑近一看还真是一个马桶,让指挥官吓了一跳,结果是马桶太轻,没有砸住目标。 这样以来,想要羞辱越南的美国大兵,尴尬了,除了扔马桶外,美军还扔过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,比如还有洗面池等等,美军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。 不只是美国在战争中出现这样奇葩的事情,意大利同样出现过这样的事情,意大利面很出名,可以说是闻名了整个世界,但是正是这样,意大利军队就被一些人认为是面条谁都可以拿捏他们。 这不,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,意大利军队可以说是菜鸡的典型代表,在非洲,居然被一群拿着大刀长矛的土著赶跑了。 这样的事情也是千奇百怪,不过不能因为这些个别事件就认为战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这些都是战争的一些特别的例子。 战争往往是残酷的,不管你是什么人,来自那个国家,相信什么样的东西,它都是一视同仁,夺走一个人的生命,不会给出任何提示,更不会给任何的准备时间,我们要敬畏生命,敬畏战争,图片来源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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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